大家好,这里是后院摄影师,我是畅爷,咱们今天来听听器材档,叫测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聊到测光了,我就想把测光的可能性、形式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咱们聊一聊 我的测光方式和那些专业人员一定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所以请大家酌情拿捏采纳和参考 尤其是在这两年我发现我自己拍摄也建立了先天优势 这种先天优势尤其是在用这种老相机的腰屏取景器的时候反映的尤其明显 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先天优势 好像有点点补光的样子 像这种干货视频很多YouTube上面或者是B站上都有时长15-20分钟不等 但其实真正有用的信息往往只有那一分钟 所以我在这也不卖关子不耽误各位的时间 我把我的测光的方法和原则全盘拖出来,非常简单 测光的方法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打哪指哪 测光的原则也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有舍有得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充满了玄学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掰开了揉碎往下聊 为了讲明白测光这点事,咱们要引进一些概念 老司机咱们可以复习一下,新同学咱们可以慢慢聊 先我手里拿的这个是Lulay 3.5F,这种老相机呢 包括老式的Leica M2,它们的测光表 比如像在上面戴着这个帽子,还有吸电池测光表 它们都属于入射测光表,包括这只手持的它也是入射的测光表 那反射式的测光表呢,包括现在正在拍摄我的索尼AT3 各种各样的单反和无反的数码相机,索尼战灯,尼康,everything else 了解了您的测光的硬件以后呢,咱们再来提一个 现在不太提的值就是EV值,Exposure Value 咱们可以粗略地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代表光的强弱的一个数值 但它其实是由您的相机的光圈和快门经过一个数学算式而导出的一种值 这个数值您可以理解为光的强弱 咱们可以打个比方,在这儿画一条线 左手是明亮,右手这边代表黑暗 中间这一段可以大概细分为20多档EV 也就是说从EV-6到EV-17 那么17到0到-6代表的是多亮呢? 给大家大概的打一个比方 现在您所看到的我 就是脑袋上的这个部分,它就是EV-17 同样为EV-17-16 强健于前光下的雪地、沙滩和高反光表面 稍微没有那么谎言的EV-15-14 强健于风河警明、波澜不惊的环境当中 阳光未能穿透云层和烟尘的白天 是典型的EV-13-12 不用特别注意快门速度 随意拍摄的最暗环境大概就是EV-10-11左右 比如当天空中堆满了厚重的云层或雾霾的时候 体育馆里的照明和灯火通明的室内环境 是典型的EV-9到EV-8 比如电影泰坦尼克的片段中 好像隐约觉得哪有点发绿的室内暖光 接下来是EV-7到EV-6 典型的夜晚被霓虹灯点亮的街道 人脸若能被橱窗补光 那将是非常理想的夜景环境人像 让光线再暗一点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片段之一 夜里警察叔叔开车送一个疲劳的小公务员回家 画面虽然却充满了温暖 EV-3到EV-2 室内的非常有限的自然光 在此场景中光线虽然 但运用的却恰到好处 给上门测体温的工作人员做爱心便当的大叔 最后是EV-1到EV-0 经典案例是Scario中的长镜头的运用 最后一缕日光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的时候 大家带着礼物去探望矿井下工作的工人 开个surprise party 抹去一整日工作的疲劳 那么曝光值EV和光圈和快门的关系 除了让我了解我的数学到底有多烂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更简单直观的表达方式 在上一集聊哈苏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 哈苏的镜头上除了光圈快门的刻度 还刻有EV值 把镜头圆柱体上的数字平面化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罗盘式的图形 感光度100的时候 用一个带刻度的圆环代表光圈的大小 外侧圆环黄色的数值代表快门速度 最外侧白色数字则代表EV值 也就是说 在胶片或传感器的感光度为100的时候 用2.8的光圈和1.5%的快门 会得到在EV-12亮度下的正确曝光 以2017年诺兰导演的电影 敦克尔克的环境为例 白天海上明亮的环境光 大概是EV-14到EV-15 电影所用的胶片为Kodak Version 3 250D 估计计算作RSO200 电影的快门速度若是1.60秒 那么要做到EV-15的曝光 没有减光镜的情况下 光圈就会锁定在F16 同样亮度的曝光组合 还有F8 1.25秒 再举一个暗光的例子 在太阳要落山 夜幕还未至的Magic Hour当中 其实也就是20分钟左右 是自然光与人工灯光交织的 绝佳拍摄时机 数码相机 以ISO3200的感光度去拍摄 在EV-3到EV-4的亮度中 会有如下的曝光组合 但是当画面中 明亮和阴暗的部分 同时存在的时候 如何去选择正确的曝光位置呢 软件指标上 我通常会习惯性的参考 需要被正确曝光的主体 无论主体是人还是场景 和照片想要表达的情绪 及审美要求 硬件指标上 我们要大致拿捏 画框内的场景光笔宽容度 也就是最亮到最暗地方的光差 和您手中器材 所能采集到的宽容度之间的差距 无论是胶片还是数码 理论上数码的CMOS传感器 更擅长采集一英里的细节 而胶片尤其是肤彩 更容易保留高光中的细节 说白了 就是硬件决定动态范围 而审美决定从动态范围中提取哪一块 人眼所能看到的动态范围 与数码相机能采集掉的 和胶片能采集掉的动态范围 三者有明显的差别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不同种类的胶片 动态范围也有明显区别 当您为拍摄场景测光的时候 无论是相机里的测光表 手持测光表 还是手机测光 他们给您的反馈 都是基于将被摄物体 固定为中灰色调的准则 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细节 无论拍摄环境是明是暗 咱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看看在不同光照环境下 结合成像的目的 测光的方式 位置与成像的关系 首先看一下EV17 到EV15左右的高光 澳洲的头顶上 有一个丑氧洞 悉尼的夏日正午 光照尤为强烈 这张宾德六成七 拍摄的EV100的胶片中 皮肤的颜色 要比天空和明晃晃的地面 更暗一些 如果只是平均色光 那么脸色就会变暗 这个时候 可以测主体的脸的反射光 或者是环境平均色光 加一档左右 在照顾肤色的同时 周围环境不至于太过薄 在烈日高光下 如果主体完全在阴影中 就要照顾主体 并对高光做出取舍 由于副彩胶片 对于高光的细节 可以国报到五档以上 所以只要主体和高光之间的差距 在五档左右 就相对可控 但是对于slidefilm 或是反转片来说 由于它的拍摄宽容度较小 大概距于正负三分之一档的位置 那么精确测光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点测光的位置 在太阳直射的沙滩和水面上 亮度达到EV16以上 在对皮肤做点测光的前提下 无法保证沙滩的细节 对于反转片来说 如果平均测光 而不是脸上的点测光 很容易导致皮肤欠暴 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暗红色 但是当你画面中的人物 没有露出大面积皮肤的时候 就可以放心的平均测光 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环境中的气节和颜色 在手动测光的时候 拍摄之前 最好同时测一测高光下和阴影下的参数 心里对光比大概有个谱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小朋友会突然尊到什么东西下面 画面转瞬即逝 而你又来不及测光 但如果已经提前预知 就不会错过好玩的场景 在太阳高度角比较低的冬天 阳光可能会直射到镜头内部 导致照片上出现一些 不好看的杂乱的光运 这个时候测光测得再准也是白搭 但是如果您试着调节一下镜头的角度 让照片中的物体挡住镜头的直射光 效果则立竿见影 如果您使用的是数码相机 比如索尼A73 它的平均测光已经做得非常人性化 在高光下大可以放心去拍 基本不用考虑太多 这是我某天下班的时候 拍摄的火星表面的照片 这就是测光靠人品 又跟太阳刚正面的下场 同样的环境 五分钟后在公车上太阳无法直射镜头的地方 就会好很多 在太阳直射的逆光环境中 测光的方式很大程度取决于 您对照片效果的审美要求 也是主体细节和环境细节之间的平衡关系 使最大程度的保留画面氛围 还是调节一下镜头的位置 挡住直射光 从而保留更多的主体细节 这完全拒绝于您想要得到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测光的话 平均测光加一档到两档即可 这是一张嵌光的照片 由于瓷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所以下意识地用A档自动曝光 全靠扫描之后对曲线的声拉应拽 室内环境的逆光 这张照片如果用手机拍摄 脸基本会是黑的 或是后窗非常明亮 或是几张照片机内合成 导致涂抹严重 小米 但是手动测光的思路就非常简单 就是看看照片主体和背景的高光比 是否大于胶片可以承载的宽容度 然后再根据自己想要得到的画面 对主体测光后略减一档 作为平衡 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直射逆光的场景时 道理相通 即使测光方式再智能 也需要人为的干预一下 基本的懒人测光法 就是默认平均测光加0.7到1档 我个人认为 不用让人物的细节变得非常清晰 尊重大光比的客观环境的同时 向理显化的细节呈现 做出有节制的靠拢 总结下来 请大家尝试在同一种光比环境下 建立多种思路 三种光线都要拍 连续多拍 谢谢大家 充分地利用自然光和物体反射光 营造出氛围和纵深的环境 请走位多尝试 相信出来的片子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 顺光 即顺着太阳光照射的方向拍摄 这种表达方式我运用的相对较少 但我认为它的指向性 动机和表达欲都非常强 是一种可以改变你照片风格的成像方式 测光虽然测的是高光的反射面 但在您心里 却嫌和阴影成为好朋友 因为丧失了细节的阴影 会和画框一起帮助您构图 成为视觉引导线的一部分 正午的阳光越强烈 这种效果就越明显 在用数码机的时候 由于CMOS传感器的宽容度优势 是体现在对阴影细节的保留上面 如果照片的主体在阴影上 自然无可厚非 如果照片的亮点在高光上 那么传感器保留下来的阴影细节 往往会分散观看者的注意力 除非高光里的内容非常强烟 柔光 这种雾霾的天气 往往能够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氛围感 更容易突出环境人像中的环境 人在环境中 当测光范围在室内的时候 室外的环境往往不容易因为高光 而导致大量的细节丢失 在这种柔光环境下 物体表面的颜色和质感 往往非常讨喜 测光范围在室外的时候 环境的颜色趋于统一 突出强烈的氛围感 室内的窗框和人的轮廓 变成了画框 成为了烘托气氛的一部分 这种光环境中 电影感爆棚 柔和的室内环境光 尤其是在只有自然光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会非常的舒服 测光的时候不用顾虑太多 但是要选用曝光组合的时候 要考虑到景深与困门之间的平衡 尤其是在室内记录家庭的时候 如果需要采用的光圈太大 景深太浅 无法清晰的囊括 你所要表达的主体的时候 换一个广角镜头会比较有帮助 当室内有太阳光直射的时候 可以利用直射光在墙面或桌面上的反射 给人脸补光 在突出主体的同时 也能够移除阴影中不必要的细节 或者也可以直接曝光高光的部分 如果这是您所要表达的效果的话 还是那句话 镜头想打哪儿 测光就直向哪儿 稍微聊一下照片表达意图 对曝光的影响 这几张是悉尼XSW区的 ARIS空中瑜伽馆的一组课片 拍摄时为了突出氛围 排除了乌丝灯和其他光元素 基本只靠自然光 用中化幅 感光度800的胶片拍摄暗调 也为了我数码照片的后期修图 做一个基调参考 这张人像是索尼默认的测光模式 在这种简单的光比环境下 有刃有鱼 下一张是同一位瑜伽老师 用6×7胶片拍摄的 采用了入射测光表 对画面左侧的脸颊测光 拍出不必要的阴影 利用胶片对高光的宽容度 保持画面的和谐 二者在光亮上区别不大 但是颜色的过度 对轮廓的描写和相场的区别 立竿见影 然而 数码在后期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前期拍摄 对现有光线运用不甚理想 后期坐在电脑前亡羊补牢的时候 暗光拍摄 用胶片去拍摄夜幕低垂的城市 曝光合适的话 出片别有一番滋味 由于现在市场上现行的彩色胶片 感光度最高不过800 所以在测光上 要基于您的审美 判断对高光和阴影的表达方式 结合胶片所能承载的宽容度 通过构图 对画面中的阴影细节进行取舍 在没有自然光的环境下 用胶片扫接的时候 需要有更强的针对性 不能像天光大亮的时候那样 端着机器肆意妄为的曲景 说白了 就是让故事发生在高光之上 灯光之间 让环境融化在夜幕里 如果能够做到有针对性的讲故事 那么在暗光中 无论您是使用 感光度800 400 160 或100的角卷 都可以手持拍摄应用自如 今天测光这集到这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还麻烦一如既往的点赞留言 一键三连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可以考虑关注一下 以便得到下一期及时的更新 其实像今天这样 咱们续续叼叼叼续下来一集 所提供的这些方法和原则 也都是基于我自己先阶段的拍摄经验 所总结出来的 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需求 可以酌情的去参考和开纳 因为毕竟测光这种东西 其实绝大部分工作 已经被现在的数码相机 和他们的非常好的宽容度给承担了 您不用单独的去操心特别多 只需要在一些极端的情况注意一下 您所看到的和相机所看到的两者的分别 然后加以调解就可以了 还有像我一样 使用雕片相机的朋友 也不用端着一个测光表 满着这些溜达 大家看不出来您是在测光 都以为这哥们在这求雨 对不对 在一个大光比的环境下 只要您知道高光的曝光条件和阴影下 如果保留细节的话 是如何曝光 那么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 再根据您每一张拍摄的具体需求 去酌情的调整就可以了 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后院摄影师畅演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么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在obil' $20 谢谢大家